这群天赛 找什么急啊 费时费力和妖兽打 好不容易抢到的毕章 转眼就会被别人打劫 不知道 那小蜥蜴还能不能召唤出来 万一他能和妖兽沟通 我找毕章 岂不上快 来了吗 看来是召唤不出来 溜了溜了 真难知恨 什么时候受过这罪啊 但我还是得先隐藏实力 说起来 上次大陆本源事件之后 朱仙徒一直沉寂了下去 这是为何 他和大陆本源究竟有什么关系 我怎么就莫名其妙地得救了 可恶 是谁把这些东西引来的 非要一个人担感 要不要救救他呢 看来传言不虚啊 少废了还能有这等能力 我去见见 周紫荐 果然名不虚传 这么快就已经说获三个弊章了 你是新上来的天剑子 叫云木是吧 你跟着我干嘛 没啊 只是刚好和你脚步一致而已 花言巧语 刚才被妖兽 是不是你引来的 是 还是不是呢 站住 原来如此 手臂被废之后 只能这样实践吗 这可大大降低了你剑招的灵活性啊 即便如此 也能取你性命 稍等 其实我不介意与紫剑兄比上一场 只是咱们都是剑客 要比就比剑术 我连剑都没有 这恐怕不公平吧 既然身为剑客 为何会没有剑 我怕我的剑一出 你就出不了剑了 猟狂至极 就用这个走来吧 好了好了 你赢了 我也没什么让你好巧的 我一个臂章都没有 我输了 你还不错 你若是要抢必章 我这三个 你拿去便是 说好只是比试的 我倒有一句忠告 你可以听听看 你双手被玄空山所废 可是还能够重新断骨重生 只能说是奇迹 你的剑很快 但是你单手限制了你的发挥 你可以考虑一下 双手剑 相信我 你的双手剑 会比你的单剑速度更快 招式更灵活 威力更强 你为何要跟我说这些 你莫非以为我会感激你 和你组队 没有什么为什么 我做事就是想做就做 更不图你的感激 只图我乐意 下一次 希望我们有一次真正的见到交手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乐意奉陪 想要更多的必章 就去森林中心处吧 哦 多谢 我们下期再见 发动朋友们 我帮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